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或好或坏 或对或错 或让你快乐 或使你痛苦 但正是这些过程 让你一步步走向了成熟 今天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情商低的人在事业中都有这个行为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俗话说 树挪死人挪火 其实未必如此 树挪了位置未必就会死 人挪了窝未必就会变好 如果问题出在根上 出在自己的身上 那再怎么折腾也是枉然 就职场人而言 工作态度就是根 一旦这方面出了问题 那么他就不太可能成长为参天大树 所以 一个人对待工作的态度里 往往藏着他的层次和结局 这绝非是一句妄言妄语 具体原因且听细细道来 对待工作的态度 见一个人的格局 在职场上 格局不一的人 认知层次不同的人 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 往往有着非常大的差别 格局越大的人 心智越是成熟的人 工作起来越是认真负责 反之则越是敷衍了事 这种现象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格局是什么 所谓格局 其实就是一个人的眼界 格局大的人 往往能看得长远一些 而格局小的人 通常只能看到眼前 在一些人看来 工作就是给老板打工的 不是自己的事 于是 工作时能偷懒则偷懒 能出六分力 绝对不会出七分 很多职场人都有这样的小格局心态 甚至于会因此而沾沾自喜 感觉自己占了不小的便宜 而还有一些人 他们的思维方式则完全不同 在他们的眼里 工作是自己的事情 对于他们而言 工作不仅仅是拿到一份薪资 而是让自己有机会变得更有竞争力 能力更加强大 在未来能有更好的发展 所以 有些人宁愿不要工资 也要去一些优秀的平台工作 学习 因为那里能提供更好的成长机会 格局不同 思考 看待问题的角度就不同 最后 所呈现出来的工作状态 自然也就截然不同 很显然 格局大 心智成熟的人 更有机会拥有未来 活得也更加通透 智慧 笃定 历史上 刘邦出身农家 刚打入咸阳时 看见宫中财宝无数 顿时眼睛发直 两腿走不动路 张良看见后 立马过来劝阻并告知 等日后成就大业 眼前这些财宝根本不算什么 若是因此败坏名声 甚至丧尸称霸天下的决心 简直得不偿失 刘邦听后恍然大悟 不仅封了宫廷 同时还向关中的百姓约发三章 这一做法不仅得了民心 也为日后成就罢业 奠定了基础 反观项羽 推翻秦朝后 在咸阳不仅放火烧了恶旁宫 抢夺大量金银财宝 甚至还屠杀百姓 如此做法 怎能得人心 最终项羽在该下之围战役中惨败 落得乌江自吻的下场 轮雨立人云 君子欲于义 小人欲于立 古往今来 但凡是有所成就之人 都有着远大的格局 不会因眼前的迎头小力 而忘掉追求 自断生机 做人把眼光放长远 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对待工作的态度 是一个人的情商 之前有位读者向我求援 他和客户吵了一架 领导给他两个选择 要么向客户赔礼道歉 并接受罚款 要么就收拾东西走人 那天他原本心情就不好 在家里因琐事和老公吵了几句 上班的时候 客户反反复复地修改 让他活冒三丈 在电话沟通时和对方吵了起来 他问我该如何收场 我说 如果你不想离开这家公司 那就只有接受处罚 你得为自己的情绪失控买单 在职场上 很多人的工作态度是有问题的 领导不能说 客户不能催 表现得很不成熟 主要有三个方面 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能好好说话沟通 抗压能力差 这其实就是一个人情商不高的表现 提到情商 我们习惯理解为一个人的人际交往能力 其实这并不是情商的全部定义 因为其还包括自我相处的能力 真正高情商的人 往往不会在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 对身边人发脾气 白脸色 不会轻易对别人恶言相向 不会在受到委屈的时候 不顾后果地为自己讨回公道 一起用事 如此成熟理智的背后 是高情商的支撑 更源于他们对工作的态度 在他们眼里 工作是一块战场 要谨慎对待 要懂得取舍之道 要知道衡量利弊 工作更是一处修道场 要将自我修行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情商是一个人的顶级魅力 有的人 无论走到哪里 总是遇到好运气 受到别人的欢迎 而有的人一说话就冷场 令周围人坐立难安 让人远离 有人说 这种情商就是讨好 其实并不是这样 所谓情商高 不过是善于为自己 营造舒适的周边环境 让别人舒服的同时 让自己也舒服 一个人的智商 决定了他能够走多远 而情商就决定了 他能够到多高 很多时候 能将不喜欢的工作做好 能将一件普通的小事 做到极致 能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 发光发亮 这就是一个人的修行 对待工作的态度 见一个人的秉性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就提到过 对于老板而言 员工存在的本质 其实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我付你报酬 你帮我做事情 换个角度假 对员工而言 你有义务 保质保量地完成 老板安排的工作 帮其解决问题 常言道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不得不说 很多职场人 是做不到如此的 工作敷衍了事 消极代工 没有职业操守 坦白讲 一个做不到认真工作 在工作中习惯投机取巧 浑水摸鱼 偷奸耍滑的人 其秉性往往是有问题的 至少说并不是很靠谱的人 秉性就是本性 老话说得好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如果一个人的秉性出了问题 哪怕能力很优秀 他的人生之路 想要向上走 往往也是很困难的 也注定不会有太高的成就 反过来 一个做事踏实靠谱 认真负责 不弄虚做假的人 即使他没有很高的天赋 没有很强的业务能力 往往也会混得不错 会永远有属于他的一席之地 这样的反差 就是由这个人的秉性和人品 所决定的 人品是一个很虚的概念 既看不见也摸不着 但却确确实实存在着 在关键的时候 能成为人生的同行者 也是一个人 能够走得更远的保证 格局也好 情商也好 人品也罢 这些都是一个人身上 很重要的品质 而这些品质 将决定一个人的人生高度和层次 好好工作吧 当你的态度正了 思维开阔了 人生往往也就走上正轨了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